国军上午在屏东恒春三军联训基地进行天马操演 实施这个托式飞弹的射击 这也是托式飞弹第一回的亮相 但是却状况不断 托式飞弹射击精准击中标的 报废战车被炸射 但接下来发射的这枚飞弹却提前落地 射击出错提前在离发射区450公尺处就落地 不但如此还有飞弹飞越山童消失了 国军上午在屏东恒春三军联训基地进行天马操演 实施托式飞弹射击 托式飞弹是在1970年开始生产 是美国反坦克飞弹可以贯穿任何坦克装甲 也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飞弹 这次演习原本要发射46枚飞弹 才发射20枚 其中一枚提前落地 还有一枚飞越山头演习因此暂停 准确率90% 因为它超过我们的这个限制的因素 阵风6到7级以上 所以说可能会受到影响 目前初步的了解的话 应该是没有还在驯场里面 军方解释飞越山头的飞弹 若在训练场内的安全范围 不会造成危险 而在测量风速后 又再次发射了四枚飞弹 其中一枚又托把 托式飞弹演习第一次亮相 却状况连连 周立新闻张冲晃 月翻SNG小组评论报导